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熙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美食发明项目的大串烧 这头一个美食听起来就特别的喜庆 而且是喜事专用产品 在婚嫁 贺寿 还有乔迁都少不了它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名 这个名一听上去就准保让您裁员滚滚劲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这种美食叫做发糕 发糕是汉族的一种传统主食 以其松软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 特别受到老人和小孩的喜爱 发糕的制作工艺流传时间久远 时至今日 人们仍然沿用古老的米浆蒸制方法来制作发糕 制作发糕时 需要先调制米浆 然后加入苏打 食用碱 白糖等等搅拌均匀 最后将米浆倒入笼屉 用锅蒸40分钟左右 一锅发糕从准备到制作完成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过程中 师傅只能坐着等待 效率十分低下 为了能够多做几锅发糕 师傅往往凌晨就要起床准备 这样一来 时间久了 身体也吃不消 那么有没有一台机器 能够代替人工 做出美味的发糕呢 记者多方打听 发现在当地 有一个名叫徐启冰的人 他做了一台自动发糕机 究竟是怎样的一台机器呢 发明人徐启冰 发明项目电热发糕机 徐启冰发明的发糕机 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发热方式 机器由三级火线 电极钢板和木头框架组成 在通电状态下 由于电路没有回路 机器整体不带电 而当灌进米浆后 米浆成为导体 使三块电极钢板 连通成为一个短路电路 蒸熟的发糕中水分降低 电路回归到不连通状态 机体不再带电 为了测试发糕机的性能 记者带着徐启冰 找到了专业做发糕的汪师傅 这台小机器 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吗 看着机器简陋的外形 汪师傅一肚子疑惑 许师傅心里倒是有底 二话不说 这就张罗着做发糕了 可是汪师傅看的 可是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 前期我不知道 我看他这样搞的 前期根本跟我差不多了 你哪儿他这样能做出这发糕来 说不准 面对汪师傅的质疑 徐启冰倒是胸有成竹 他一言不放 默默地往蒸箱里倒米浆 最后蒙上了替布 准备工作 完成了 那个多长时间能蒸的时候 这么厚 大概三四分钟吧 可能嘛 三四分钟 这么厚 你看嘛 他马上就出蒸气 他就跟变魔术一样 他就瘦了 蒸木头框子通上电 就能蒸发糕 别说汪师傅不信 就是记者看着 也是一肚子疑问 很快 一锅发糕就蒸熟了 算算时间 还不到四分钟 这台小机器 真有这么神奇吗 发糕一出锅 汪师傅就赶紧跑过来看 结果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不对不对 许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横前面是什么原因呢 你看你看 这什么原因 发黄什么原因 这可能是火候大了一点吧 这个鞭子有一点 鞭子有一点浮吧 火候大了 但是我看这个颜色 好像不是你那个木头掉色吗 木头也有一点吧 看吧 就说这个木头框子 它做不出来发糕嘛 汪师傅觉得 自己被忽悠了 还白白搭上一锅米浆 气愤地将徐起冰赶走了 而徐起冰却没有放弃 他仔细寻找原因 发现是由于木头框子 长时间被高温蒸汽环绕 便遭吊渣而导致了发糕黑边 为此 急经周扯 他找到了一种耐高温的食品级塑料 作为机器的外框 机器改进完成后 徐起冰实际测试了一下 做出来的发糕还不错 没有再出现黑边的问题 于是他找到了汪师傅 要与人工鄙视一番 他要展示一下机器的实力 比赛当天一走 比赛双方就来到了比赛地点 双方各拿着自己的工具 信心十足 不少周围的邻居和双方的朋友 都前来观战 想看看这发糕能争出什么花样来 这一次的比赛规则很简单 一小时之内看谁做得多做得好就算谁赢 一台发糕机比上四套蒸锅 究竟谁能获胜呢 我就计时 我们看一个小时之后 两盘到底哪边做的发糕多和好吃 好吗 好可以可以可以 计时开始 比赛开始了 许师傅开始着手调江 而人工队则先开始点火生炉子 这次的比赛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 许师傅的机器可以一锅一锅不停坐 一小时内做多少锅 决定了许师傅的比赛成绩 而人工队则不同 他们调江烧开水的准备工作 要用十分钟左右 发糕蒸熟要四十分钟 也就是说 这次比赛蒸一锅时间有富裕 蒸两锅来不及 所以一个个都显得不紧不慢 而许师傅那边 已经忙活的热火朝天了 你这边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我第二锅马上开始了 我那一锅已经马上收了 你刚才第一锅已经放进去了 对对对 我第一锅马上收了 你现在是在调第二锅那锅 对 机器队的第一锅就快做好 而人工队这边 才刚刚完成准备工作 速度上 已经拉开了这儿去 那边它都已经开始做开了 那别急别急 我们这做起来快乐品 前进工作准备好了就可以了 发糕一上锅 汪师傅心里就踏实了 数量已经确定了 就是锅里的那些 多不了也少不了 着急也没用 但是味道和口感仍是未知数 最终还要让我们的观众来品尝 并做出最终的评判 时间过得飞快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 蒸锅里的发糕都已经做好了 人工师傅们就把蒸好的发糕端出锅了 这12T发糕能有许师傅做得多吗 321 来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70斤 看一下这是机器队的 是50.9公斤 就是101.8斤 对 那这样的话看来是在数量上 机器队是取胜了 对不对 丙斤那边多了将近30斤20多斤 对对对 那要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数量上 许师傅大优势胜出 那么味道上又会如何呢 这个机器做得要好一点 机器做得 吃着有筋道 手工的 手工传弄的还是好吃点 机器做的你看 有糊的 你看见没有 哦 这是机器做的 对呀 机器做还有糊的 看见没有啊 这边有糊的 这边还有生的 哦 你这 哦 你这生啊 对对对对 为了更好地看到对于两种发糕的评判 随后我们让大家进行了投票 投票结果显示 徐启兵的发糕机在口感上输给了人工 机器存在加生和烤糊的现象 这是大家难以接受的 为此徐启兵再一次回到车间改进机器 这一天 汪师傅和记者同时接到了他的电话 机器改进好了 这个跟二代区别吗 有区别的 第一个 它原来是为什么生这个距离 以这个距离之间每一个它也不相称 现在我怎么改进呢 把这个距离每一个标准到0.1毫米 它这样子它那个每一个电压 它就是均匀收热 所以说现在不会出现那个问题了 除了保证钢板间距一致 是每部分电压仪之外 徐师傅还加装了定时功能和控温系统 保证不会糊锅 在研究机器的同时 他还学会了使用红糖 紫薯 玉米浆 来勾兑制作彩色发糕 他这一次就要一起给我们展示展示 彩色发糕市面上很常见 人工做起来并不费力 只需要往米浆里 对进其他颜色的原料即可 但由于每种液体的导电性能不同 徐师傅的机器做起来就要格外小心 这三锅彩色发糕真的能做好吗 红糖发糕出锅了 看起来做得还真不错 怎么样 王叔 您感觉它这个跟你人工做的 那种红糖的相比哪个好一些 它发酵的基本充分 感觉还烤不错 对对对 红糖发糕看起来不错 其他两种彩色发糕 也得到了汪师傅的认可 徐启兵提出 与人工再比试一场 汪师傅则欣然接受了挑战 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徐叔 王叔 咱们这边这次又再来一场比赛了 是没有 可以可以可以 我这边加了朋友 加了四个八个人过来打 我看您这边好像这次上次人多了 一共是八位师傅 对 比上次多了四个八个人 而我看你这次用的工具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这四种 这四种工具也不一样 全部是珍贵 这种元素量更多 哦 咱们变成那种大的电珍贵了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不会换这个呢 换这个效率更高一点 我看它第三个好像特别狠 你可就一个人 我看你这 我这一台地区 不要说它八个人 就是再加两个人也没事 好 那么我们今天比赛还是一个小时 看哪边做的这个发糕又多又好吃 怎么样 好好好 那我马上开始倒计时了 三 二 一 比赛开始了 好 比赛开始了 双方同时开始了调浆的工作 这次要做的是分层的发糕 要像盖房子一样 做熟一层再往上浇一层 这样的发糕难度更大 更考验比赛双方的实力 多种口味的发糕一层层叠起来 既要保证口感又要造型美观 一旦一层出现问题 就会影响其他层的口感 大家都会感压力 迅速地行动起来 机器队的第一层米浆已经铺号蒸上了 与此同时 人工队那边也开始交注第一层 为了把发糕做漂亮 人工还用刷子一点一点铺平 做得很有耐心 慢慢地 人工队的发糕也陆续进入蒸箱了 进度比许师傅略慢 但是一下就是四大箱 厚劲十足 许师傅自然不敢怠慢 这会儿已经调好了第二层的米浆 第一层也已经蒸熟 要开始盖第二层了 而人工队用的蒸箱第一层还没蒸好 大家都在盯着时间等着蒸好 因为有了定时和控温装置 许师傅不用像人工队一样 眼巴巴地盯着蒸箱 可以安心去做其他事 这会儿人工队的第一波发糕也定型完毕 准备加盖第二层了 第一层是已经定销完了是吗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是要出第二层的了 这直接这样浇上就行 对 中间不用再吐点什么东西是吧 没有不加 它不会融在一起吗 不会不会 第一层它定型了 这层是什么的 然后这层刷完了 然后我们再上锅去定型 再定型 再定型做紫属的 好 那你们加快速度 好嘞 好嘞 而与此同时 许师傅已经又加一层了 节奏上总是领先人工师傅们一截 人工队也抓紧时间 但是这一盘似乎不对劲 怎么底下那层还是吸的呢 小伙子赶忙拿回去反攻 这其中有点奇怪 碗放进去的肯定也拿出来的碗 怎么前几锅熟了 后面的还不行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们在家蒸饭时 判断火候都要看表计时 而不能掀盖看 就是因为一旦掀盖 锅里用来加热的蒸汽 就会迅速消散 锅内温度也会骤降 人工师傅们 就是吃了这个亏 人工们焦头烂额时 许师傅那边第一锅已经做好了 许师傅 我看一下你这个 怎么感觉不好看啊 这个 好看 等一下刀花开就好看 你看一下 对 哦 对 它在里边这个 刀花开 刀花 开始耍起赖皮了 王叔 您这是在干嘛呢 这个 怎么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 你看 它的一锅出来了 我必须要再增加一个 你要再加一口锅 对 对 那你 搞不够它 它的一锅就出来了 拎来锅就点火 点了火就到浆盖盖 两位师傅 水还没烧开呢 您拿什么蒸啊 看这样 真是忙糊涂了 许师傅那边自己稳稳当当的 第二锅的第三层都做好了 时间过半 比赛越发激烈 人工队那边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三层已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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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层已经倒是玉米的 最后倒是玉米的 对对对 现在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 对对对 最后这一点能蒸熟吗 来来来 人工队把这一层铺好 放进蒸箱 基本就算完事了 规定时间内 争得熟搞不好就赢了 万一没熟 就算工作量为零 汪师傅算是赌了一把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比赛快结束了 三二一 比赛结束 这锅这个还没熟了 我们现在时间也要到了 时间到了 还有这锅没熟了 算了算了 就凭我这么多 我估计能印的 一般你可以 到底哪边做得多呢 我们来乘一乘 三百斤了 我们那也不少 机器队的是 126.8 126.8斤 机器队的称完了 接下来该称人工队的了 这可是八个人共同的杰作 重量上能胜过机器吗 换了大家伙 加了四个人 还是没能干过许师傅 那么在口味上 许师傅会重蹈覆辙吗 哪边做得更好吃一点的 这边做得多 这是哪边 机器做得 机器的 为什么太好吃 蓬松是吗 蓬松一点 感觉机器做得好吃 您感觉机器做得好吃 机器做得干少些好吃 要干一点 机器做得发高 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就连专业的汪师傅 看了也没挑出毛病 在最终的投票环节里 机器获得了大家的 一只好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第二个发明项目了 也是与美食有关的 说起这样美食 我对他的发明人 那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据说是在明朝的时候 也有一种说法 可以追溯到北魏年间了 而且在那个时候 就用化学来碰撞出了 魔幻的美食 而且还带有艺术气质 究竟这样美食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主持人描述的那么玄乎 其实他说的就是皮蛋 皮蛋又称松花蛋 便蛋 是我国传统的风味蛋制品 深受大家喜爱 加工成皮蛋豆腐 皮蛋瘦肉粥等美食 更是人们餐桌上常见佳肴 那么皮蛋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 记者把算学习一下 第一步是给皮蛋裹上泥浆 这个泥浆可不是用花盆里的泥哦 而是在黄泥中加入了生石灰 碱 盐 喂的是让鸡蛋中的蛋白质 在强碱的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 这看泥弄的 进去就裹上了 我这个 这个蛋还挺不听话的 在里边 裹泥看起来简单 操作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圆圆的鸡蛋在里面滚来滚去 急得记者真想下手抓 听吴大哥这么一说 记者赶忙戴上手套 果泥虽然简单 但要求却不少 泥浆不能包裹得太厚 也不能太薄 太厚容易剪大 烧烂皮蛋 而太薄影响凝固 不好成形 不仅如此 市面上的皮蛋 是包着泥 论个儿卖的 皮蛋好不好 不仅要比味道 还要拼外貌 要把皮蛋做得完美 就得花时间 可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呢 这不 做皮蛋生意的孙老板 又来催货了 谈话间 记者得知 皮蛋制作速度太慢 市场上供不应求 为此有一位彭先生 做了一台自动包蛋机 发明人彭永刚 发明项目 皮蛋包蛋机 我叫彭永刚 来自河南行乡 从小都喜欢武术 认识外号 行乡 彭志生 鲁师傅 啊不 彭师傅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原汉子 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 深深地为侠义精神着迷 年纪大了 行侠仗义是不行了 可是大大咧咧 率真粗犷的性格 还真和《水浒传》里的鲁志生 有些相似 一次 朋友带着做皮蛋生意的孙老板 找到他 想让他帮忙设计一台 自动包皮蛋的机器 业余时间 就爱鼓到机器的彭永刚 一口答应下来 怎样做这台机器呢 反复研究了一个多月 他终于从八卦图上 找到了灵感 很快 一台八卦包蛋机 诞生了 朋友刚发明的皮蛋包蛋机 由旋转的铁爪 裹泥槽和裹料通道组成 当鸡蛋落入裹泥槽 旋转的铁爪搅动泥浆 使鸡蛋裹上泥料 进而将鸡蛋摇起 鸡蛋顺着弧形通道 滚入裹料通道 长达2.4米的裹料通道里 充满锯末 鸡蛋在里面滚一圈 就包裹上了锯末 再顺着出口滚出来 一颗皮蛋就这样包好了 机器包皮蛋的效果好不好呢 彭永刚带着机器 找到了孙老板 加好锯末和泥浆 彭师傅的机器 就准备闪亮登场了 差不多了 啥都能包吗 啥都能包 这个小虎 找点东西试试 好嘞 我们来了 这么多人呀 东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都准备了什么呀 头一个 哎呀 您这也不是蛋呀 是土豆呀 您这是土豆呀 能不能行 这个也太大了吧 奇形怪状的 看看它的果原效果怎么样 能把它包起来 果原效果好的情况下 这个机器都可以 黄师傅怎么样 包过土豆吗 没有 我没听说过包土豆的 我现在就是 看看你这个机器行不行 那咱试试呗 土豆落入泥槽 瞬间淹没在泥里 旋转的导板把它摇起 顺着导板的弧度 就滚向了果巨墨的通道 土豆太大 能不能出来呀 彭师傅赶紧到出口处查看 果巨墨的通道 长二米四 在里面滚上一圈 就裹上了巨墨 土豆太大 卡在通道入口 看着空空如也的出口 彭师傅有些后悔了 谁叫自己说了大话 啥都能包 这一下 丢人丢大了 试试看 锅了 好 等于土豆也出来了 看看 看看这包的怎么样 可以 这个把这个汤裹圆起来 就要这个圆滑度 所以鸡蛋的话 它都是圆滑的 要这个效果的话 应该鸡蛋什么都没有问题 对啊 这个要没问题的 裹鸡蛋也都没问题 居然把坑坑洼洼的土豆 给裹完了 看来这台机器 还真是不错 果然 果然在接下来的测试里 鸡蛋 鸭蛋 都不在话下 分分钟 轻松搞定 孙老板看的是 眉开眼笑 当即订下了机器 看到自己的包蛋机 如此成功 彭永刚 别提多得意了 正当彭师傅 享受着快乐生活时 殊不知 一个大麻烦 正找上门来 你什么破机器啊 你看毛太惨了你 十个鸡蛋 还有五个都是坏蛋 你现在赶紧跟我去 损失太大了 那走吧 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彭永刚赶紧跟着孙老板 去现场检验一下 初看之下一切正常 可一细看 就发现不对了 本该被导板带走的蛋 卡在缝隙出不来 更严重的是 有的蛋居然被打破了 彭师傅的包蛋机 成了不折不扣的 鸡蛋终结者 老彭 来来来 你的蛋是啥呀 捡的没法用 重新拆抬来 你把机器赶快拉走 机器包蛋出现了大量破损 彭永刚有些沮丧 他回到家 静下心来 将机器重新做出了调整 改进后的机器 由传送带 泥浆槽和输送装置 骨料通道 及循环上料系统组成 将鸡蛋 马放在传送带上 泥浆从泥浆槽中 源源不断地提升上来 撒到鸡蛋上 使之裹上泥浆 裹料通道 循环上料 使锯末不断补充进 裹料通道 裹好泥浆的鸡蛋 继续运动 落入充满锯末的裹料通道 就裹满了锯末 通过滚动 模仿手工搓圆的过程 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蛋 就包好了 实际测试中 改进后的机器 包皮蛋的质量 还算不错 彭永刚又带着机器 找到了孙老板 说了不少好话 孙老板才同意 再试一试 让机器和人工 比试一场 我们给双方各准备了 五百枚鸡蛋 看看哪边包得 又快又好 咱们人工的师傅 现在准备好了没有啊 准备好了 有没有吸引营它 有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咱们比赛开始 好 比赛开始 手工包蛋的师傅 马上进入了状态 平时他们经常在一起 配合默契 有的负责裹泥 有的负责滚道壳 最后的两位师傅 则负责搓圆和马放 速度可真是不慢啊 师傅这边干得热乎朝天 可彭师傅这边 似乎遇到了点麻烦 这边刚放进鸡蛋 那边就滚出来了 彭师傅这边放 那边就要赶快捡 有些忙了 鸡蛋都堆在这了 一个人之前忙不过来 机器这边忙得团团转 手工师傅不慌不忙 淡定从容 转眼间已经包好了不少 眼看大事不妙 彭师傅决定 给机器加点料 我看这是整一新武器 这是在哪用的 这是自动进蛋槽 进蛋用的是吧 对 把它放上去 不用管它 自动地进去了 这蛋自己 顺着这就滚进去了 对对对 好 方便 彭师傅的新机器 就是一个自动进蛋槽 把蛋放在上面 就可以自己滚上去了 有了这个工具 彭师傅就可以多放些蛋 再去收集 省得手忙脚乱了 机器越干越顺 那么这质量又怎么样呢 你看 方师傅这 这没有倒壳的 方师傅你快看看 您这怎么 上面没有倒壳啊 正常的是这样的 您现在这怎么 都是泥蛋了 没有倒壳啊 这倒壳不下了 我把机器 怎么回干 那你的机器不行了吧 有毛病了吧 您看看 这都变成泥蛋了 正常的不应该 是这个样子的吗 不行了 脚龙卡死了 脚龙怎么卡死了 刀壳出 它有一个小炒棒 它这个长一点就容易卡死 那您这机器可够精细的 稍微大一点就不行了是吗 这个设计就是有要求的 它这个包这个锯末可以 包刀壳它有时候它就容易卡死 原来这场比赛统一包的是刀壳 与以往的锯末不同 刀壳又大又粗糙 里边还有不少杂志 当初只考虑包锯末了 角龙的入口和管道都设计的比较小 没想到孙老板让包的是刀壳 用着用着就把入口堵住了 角龙已经卡死了 彭永刚也没招了 包不了袋子 那个把锯锡拉走吧 别浪费时间了 不行了 不行了 这一次彭永刚又失败了 但是他没有放弃 立刻着手 开始新的改进 这一次彭师傅把上料机构 改成开放的传送带结构 这样就不会担心堵住的问题了 同时裹料的通道改为旋转式 这样鸡蛋在里面一直滚动 就能裹得更圆 这一次的效果还不错 彭师傅觉得机器没问题了 于是他厚着脸皮找到了孙老板 决定再与人工比试比试 今天咱们双方各准备了一千枚鸡蛋 然后看哪边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把这一千枚鸡蛋包完 然后又快又好 咱们请孙老板来评判一下 好不好 好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了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好 比赛开始 彭师傅迅速开动机器 只见鸡蛋排着整齐的队伍 进入机器 像沐浴一样 泥浆洒到上面 转眼就变成了泥蛋 再顺着旋转的倒壳通道 圆滚滚的皮蛋就包好了 再看看之前 让彭师傅大败而归的上料系统 运行平稳 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下彭师傅可以放心了 看到机器的速度快 手工师傅也不敢怠慢 他们排兵不振 拉开架势 手快的负责果泥 手慢的负责包到壳 鸡蛋从那头滚到这头 就包好了 手工师傅的配合 可真是默契呀 我们的比赛吸引了路人观看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您觉得哪边包的好 我觉得人工好 人工好 人工怎么好啊 人工均匀 速度有 那您是支持人工吗 我肯定支持任务 那您给他们加加油 好 弟兄们加把力 超越机器 好 似乎是被手工师傅的气势吓住了 记者发现机器 可不像之前那么卖力了 童师傅 您怎么不往里边放鸡蛋 您在干嘛呢 不是刚才那一辆的骨盒一下 你拿堵住了 刚才那一辆放大了 我刚才把那儿攒一下 是这个下骨盒的地方吗 对 怎么又堵住了 你自己想干嘛 这次传输道壳的地方没被堵住 包裹通道的入口却被堵住了 原来鸡蛋在通道里滚的时候 甩出来许多泥 泥块混着道壳被输送上去 慢慢就堵住了通道口 鸡蛋就下不去了 机器出了问题 彭师傅比谁都着急 有急出汗的 当然也有看热闹的 彭师傅 你不信了吧 还是我们真厉害 机器老出问题 还是咱手工稳定 师傅们加快动作 争取再把机器 把它落花流水 再看看机器这边 彭师傅一面用手挑剪泥块 一面往机器里加入心道壳 忙碌的好一阵 机器才正常运转起来 一把机器恢复运转 人工更加卖力气了 可是干劲是有的 但明显有心无理 干着干着 有的师傅 开始觉得累了 哎呦 大妈你怎么停下来了 还站起来了 太累了 少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有的师傅腰酸背痛 还有的手被泥浆腐蚀破了 手工包蛋的辛苦 可想而知 大家也盼望着 机器能够成功 好快点帮上忙 随着时间推移 比赛接近尾声 究竟双方谁先包完了 以前没鸡蛋呢 怎么完了 干好了 干完了 快来 好好好 辛苦了 大家 方师傅 你来听了吧 人工队都干完了 你这怎么样了 我这差一点 看来没人工队包的多呀 但是我这包的好呀 把人工队搬过来 这是人工队的 这是机器包的 先说那个人工的 人工的虽然快的 但是包这个蛋不均匀 这个有的地方没有果园 确实这个地方还漏着 那咱们是很机器的 你拿一个机器的 你看 看这个 这个包的比较厚实 那个泥浆裹得比较圆 刀坎裹得比较均匀 看来这个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咱们人工队速度上 获胜了 就是那个质量上 不胜机器 下回加把劲 所以我宣布 现在打个平手 机器虽然在速度上 不敌手工师傅 但是包的质量十分稳定 效果也超过手工 最重要的是 彭师傅的信手诺言 和执着坚持 打动了孙老板 虽然机器这次的表现 不太完美 但是孙老板还是决定 和彭师傅一起合作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 今天最后一个发明项目了 是蛋糕的抹披肌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呢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们赶紧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一探究竟 当人刘家强 发明项目 生日蛋糕抹劈机 生日蛋糕好看又好吃 背后的制作过程 却十分辛苦 其中最难的 也是最枯燥的步骤 就是抹劈子吧 这是蛋糕制作的第一步 他要求人工师傅 将奶油均匀地 涂抹在蛋糕表面 一起合成 不能停顿 更不能反攻 这就对师傅的技术 要求非常高 如果抹得不好 不仅影响外观 更会影响蛋糕的口感 那么有没有机器 可以代替人手工呢 经过一番查找 终于记者在网上 找到了这台机器 刘家强来自福建厦门 十年前 开始跟着 闽南蛋糕行业 很有名气的 叶师傅 学做蛋糕 学习的过程中 他发现 抹劈子 是非常费时费力的 一项工作 尤其是订单多的时候 蛋糕店 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他就想 做一台自动 抹劈子的机器 来辅助人工 希望能够一定程度上 减轻人的压力 然而这个想法 却遭到了 叶师傅的反对 我觉得很不靠谱的一件事 我说这种东西 我们是用心在做 它有灵魂 有艺术 它有生命的东西 机器怎么可以 替代人工呢 而刘家强 却没有放弃 自己的想法 他苦心钻研 终于将心目中的 蛋糕抹劈机 一点点地 琢磨出来了 刘家强发明的 生日蛋糕抹劈机 由料斗 输送馆 泵体 转盘和刀模组成 工作时 通过泵体将奶油 输送到涂料口 再由电机驱动 使蛋糕跟随转盘旋转 这样奶油可以均匀地 涂抹在蛋糕表面 短时间内完成抹劈的工作 最后 除料口旁的刮片 将奶油刮平 起到修整的作用 机器做好后 她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拿去给叶师傅看看 希望能得到她的认可 上次给您说的火焙机子 我们这次做好了 然后给您带过来 看一看 试一试 不是 你这机器行不行 行不行我们试一下吧 行不行 好吧 试一下吧 那咱们一会儿试一下 然后我也掐个时间 咱们看看咱们我 因为这个蛋糕坯子 需要短段时间 好 机器开动 奶油迅速地 涂抹在蛋糕表面 十分流畅 它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呢 涂抹的效果 能不能得到 您师傅的认可呢 可以的是吗 是可以的 好 我看一下时间 咱们现在是16秒93 您觉得怎么样师傅 平整度 光滑度 我觉得还不错 还可以是吗 对对 还不错 这个 我看能跟我的 几个小徒弟比一下吗 看看 试一下吧 那就试试看 马上 比赛即将开始 由于场地有限 为了明确区分 双方的比赛成果 我们将奶油 调制成了不同的颜色 其中粉色代表机器队 蓝色代表人工队 咱们人工队跟机器队 各有这个六寸蛋糕和八寸蛋糕 各三个 咱看哪边速度快 写质量好 哪边获胜 成吗 行 还是想试一下 看看谁比较厉害 行 那您这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您这边呢 准备好了 好嘞 三 二 一 开始 随着记者一声令下 人工队的两名师傅 迅速地找到了自己的工备 熟练地做起了准备工作 我们再看一看机器那边的情况 刘师傅不慌不忙地打开机器 一副淡定从容的样子 机器涂抹的效果不错 好好均匀 边缘光滑 然而就在这时 细心的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 它得中心里面空了一块 这就是摩头的位置都有调好 所以空了一块不行吗 这不行 这可以把水果就可以做到这个 那要抹的话 我肯定要跟我们公务抹出来差不多才行 比赛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想要蒙混过关可不行 都是自己疏忽大意惹的祸 刘家强只得将摩头拧开 重新定位 要知道 在比赛过程中时间最宝贵 尤其是抹蛋糕坯子 耗时短比的就是个速度 一分一秒都可能决定胜负 用大把的时间来调试机器 可真是让人着急 终于机器调试完成 然而此时的人工队 已经远远超过了它 但是您得加油了 您看咱这两位师傅手都挺快的 现在已经比你快了不少了 好了好了 加油啊 好 机器奋起直追 速度一上来 人工队的优势逐渐消失 很快 机器这边的八寸蛋糕就全部完成了 比赛过半 由于不能够自动调整 机器在涂抹六寸蛋糕之前 需要手工更换转盘和刀模 这个动作又一次耽试了时间 拖慢了刘师傅的比赛进度 再看看人工队的两位师傅 他们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了 师傅我看您手很快啊 还好吧 还好吧 多年经验了 对 今天大会觉得怎么样 应该可以赢了 比赛接近尾声 机器似乎又遇见了麻烦 刘师傅连续调试了几次 可转盘上的六寸蛋糕 依旧没有涂抹均匀 边缘留下了大片空白 比赛还没结束 刘师傅绝不放弃 可调来调去 机器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刘师傅也无计可施了 他承认 这台机器在设计上依旧存在问题 还不能够适应各种尺寸的蛋糕 需要继续进行改进 与人公的第一次对决 以失败告终 这并没有打倒刘家强 反而给了他前进的动力 经过反复研究 一个多月后 次一代的机器就做出来了 这一代机器增加了一个触摸屏 能够设定抹坯的速度和整形的速度 并且模头可以根据蛋糕的尺寸 伸缩调节 这样就解决了机器适应各种尺寸蛋糕的问题 较之前更加方便快捷 机器做好后 刘家强再一次找到了叶师傅 他要与人公进行一次终极对决 那今天咱们就在这儿进行一场比赛 叶师傅您今天带了几个人 我带了两个徒弟过来 那这位是 这个是我们旗舰店的一个老板 今天我是听咱们叶师傅说 今天有这么一场比赛 有这台设备听说是可以节省很多人工 我来看看情况怎么样 如果合适的话 我想跟刘总合作一下 非常有兴趣 那刘师傅 今天您这个比赛对您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如果您今天机器赢了 您不仅能得到咱们叶师傅的认可 您可能还能收过一笔订单 是的 是的 那个谢谢 咱们机器队和人工队各有八寸蛋糕二十个 十寸蛋糕十个 咱们最终看哪一队先完成任务 并且质量合格哪一队获胜 最后也请我们戴老板作为本场的最终的一个裁判 可以吗 好嘞 那咱们就三二一开始 比赛一开始 刘家强快速地设定参数调整机器 可能是因为紧张 机器的调试屡屡出现偏差 试了几次都出现了边缘路白的情况 刘师傅急得满头大汗 再看人工这边 由叶师傅带队 那气势果然不一样 身边有老将坐镇 两位师傅心里有底 看起火而来从容淡定 您是做蛋糕的师傅吗 是 那您做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我做这个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那您是老师傅呀 还好吧 那您觉得今天它这机器要是跟咱们三个师傅比的话 能有吗 我觉得人工应该会赢吧 机器对呀 一台机器在磨 人工三个人在磨 我觉得人工可能会赢 虽然支持率不高 但是刘师傅对自己的机器 依旧信仙满满 他相信 只要机器正常运转 反超人工 就是分分钟的事 果然 机器调好以后 速度飞快 短短几分钟 就追上了人工 人工队立刻感到有些吃力 人工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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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为你们要给人工队加油吗 感觉现在人工队比较慢下来了 刚开始蛮快的 但是现在速度好像变慢了 我能不能试一下 因为我在家经常做 刘师傅 咱们这也有一位美女 想也参与人工队可以吗 可以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那你会多一个选手 刚才三个 现在四个了 没问题 人工队来了外援 队伍进一步壮大 几位师傅也提起精神 加快了速度 双方的较量更加激烈了 比赛接近尾声 机器能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呢 质量能否得到大老板的认可呢 这边已经完成了 好的 那咱们比赛停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六十八二十 二六二八二九三十 三十个 三十个咱们看了是 已经全都做完了 那叶师傅您这边的 您现在做了多少 二十六个 二十六个 那行 那现在咱们就是说 这个数量上 还是机器现在是领先的 质量的话 咱们就得请 带老板给咱们检查一下 那咱们就看这个吧 看这个 这个蛋糕主要是 看它的那个光滑 跟它的那个平整度 从外观上看 不会比人的差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是机器搅的 搅出来再抹上去的 我想说 咱们把它做成蛋糕 再去给咱们随机抽选几个 试吃一下看看 看看口感上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为了更好的检验 机器的性能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家蛋糕店 看到这里有免费的试吃活动 店里的顾客 纷纷围了上来 一番品尝过后 大家会给出 怎样的评价呢 这个蛋糕口感不错 口感不错 您觉得它这个奶油 这个口感怎么样 奶油比较细腻 它比那个平常的蛋糕 吃起来没有那么的甜 它比较的 吃起来不会那么快就腻了 我原以为这个机器 会把它 性状会改变 结果我吃完之后 发现跟新鲜的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这个蛋糕 完全可以在我们门店来销售 刚才您也看到 这些顾客都完全可以接受 刘家强发明的蛋糕抹皮机 终于获得了 大家的一致认可 我们今天这三位发明人 都特别的不容易 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 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取得了胜利 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的发明人能够 更上一层楼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微博 也欢迎亲爱的朋友们 继续关注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节目再见 体会不一样的 发明快乐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舌尖上的发明 第二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